师兄,师兄,我收到最新消息,用白醋跟棉花棒涂在鼻子的两个孔里面跟外面再戴口罩,没有这么容易中肺炎,然后这个方法在中国已经帮助很多很多人了,分享出去,功德无量,分享出去啊,不要说啊,功德无量。 用棉花棒沾白醋,然后再两个鼻孔涂一涂,然后再戴口罩,可以防武汉肺炎,新冠肺炎,好办法,好办法。 师兄,师兄,我收到最新消息,用白醋跟棉花棒涂在鼻子的两个孔里面跟外面再戴口罩,没有这么容易中肺炎,然后这个方法在中国已经帮助很多很多人了,分享出去, 去,功德无量,分享出去啊,不要说啊,功德无量。 棉花棒沾白醋,然后再两个鼻孔涂一涂,然后再戴口罩,可以防武汉肺炎,新冠肺炎病毒的感染,好办法,好办法。